驚嚇指數第一名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經濟部長 把我們台灣這麼重大的產業政策 交給了一個自認為經驗不足 而且反反覆覆 經常天馬行空的經濟部長嗎 藍尾王鴻威炮火對準 經濟部長郭志輝 全英警長拋出菲律賓蓋綠電 再由海底電纜接回台灣 尤其光電目標已經連續六年跳票 這言論一出 各界炸鍋 他根本就是一個烏魯叢林的老黑土 他到底要把台灣的能源政策 帶到哪裡去呢 郭部長 你回去做你的郭董事長吧 菲律賓可以說是 亞洲缺電最嚴重的一個國家 間接承認了我們現在台灣 是用電不足 尤其藍營最無法接受 就是雲豹能源早在四個月前 插旗菲律賓 這是郭志輝的高瞻援主 還是雲豹的超前部署 請問你郭志輝 你今天講的話是雲豹寫給你的報告嗎 中華民國的政府不是你的試驗品 所以郭志輝應該下台以示負責 蘭偉多路奇攻不只緊咬經濟部疑似圖利雲爆 羅志強更指控雲能封場案的原廠商達德能源 從2017到2022年陸續脫手股權直到歸零 但經濟部寄出約410億的懲罰性違約金 最後卻只罰3億多 經濟部給你達德來獨資來去接這個所謂的雲能封場的這個建制 到最後結果竟然達德不見了 這不是空手套白狼 什麼是空手套白狼 尤其羅志強先前就曾質疑 環境部長彭啟明在民間任職時與達德能源有業務往來 政府想發展綠能卻不斷爆出爭議 就怕打著非核家園卻沒有落實利益迴避